昨天直播的时候都有要求讲一讲这个发球的站位与还原 我们今天就重点讲到这个 我们讲正式发球 正式发球我们站在蹲线外 边线外 左右半天要站后 抛球的时候呢 抛球的重心移到右脚了 然后呢 肌球的瞬间 身体下压 向左转 然后发力 肌球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比较明显 大家你看 我在下压的同时 坐脚 外部 边部 这个动作一定要出来 下压 坐脚 边部 是吧 这是这个正手发球的这种还原动作 然后反手呢 反手就可以站在 站在钻线外了 站在钻线外了 然后呢 可以坐右脚在前 左脚在后 也可以平行到底 跟你自己的习惯 都可以 这个 通常的 左脚在后头是这样的 然后 还原 这样 转体 转体发力之后 迅速的还原 这个就 这边都护得住了 这些情况 这就是反手发球 那还有一个 钩子发球啊 钩子发球也是站在这个端线外 有的这钩子发球可以站在正手围来 正手围来这儿发球呢 为了什么 因为钩子发球它是逆旋转 逆旋转就相当于 我们的这个 反手发球是一样的 它会往这边跑 所以你在这儿发球的话 站在原地还发球就可以了 然后左边 右边都可以照顾得到 所以说 这个钩子发球是两个地方 可以站在反手围 还原 也可以在中间位啊 这个王浩是站在这个位 正手围来发球 你可以站在中间位啊 你看 发 中间位呢 你逆旋转发它这个 正手围的小短球是比较方便的啊 这个 你看 这个小短球啊 这个很方便 然后 还有一个发 正手发这个直线球啊 正手发直线球的时候呢 你要尽量的站在一边线近一下 就不要再靠得很远 你站在这里了呢 你发直线就好 你如果站在边线外 发直线很难 你除非是这么钩 这么滑 那就 动作太明显了啊 所以你不如 往前站一点 然后 发直线 那么恒理呢 如果你是接发球方 你如果看到他 身体已经一定边线来了 那他可能就要发他你的直线围 那发的直线围来 你就要准备了 但是 再会往中间站一点 马上就一个靠住 哎 这个打着 或者上路 就准备了 你就要看着他 如果站在边线内了 那 差不多 绝大多数都是要发直线的 那这个规则 规律就要掌握了 对 这就是了